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4号 昨天联合国进行了一次紧急投票 是有关谴责俄罗斯 要求俄罗斯立刻从乌克兰撤军的一份决议 那么这份决议的投票最终结果 可以说是不出乎任何人的意料 141个国家赞同 35个国家弃权 5个国家投反对票 那么这5个国家投反对票 我就不用多说了 都是一些独裁国家 比方说像伊朗啊 还有好像是委内瑞拉 那么141票赞成 那我也不多说了 也是在我们意料当中的 我今天主要想谈的是 35个国家的弃权票 因为在这35个国家当中 包含了一些和美国关系非常特殊的国家 还有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国家 并且这些国家在国际事务当中 尤其是在各个热点地区 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这一点让我深刻的感觉到 美国对当今全球事务的影响力 正在不断减弱 可以说是美国霸权主义 在过去的几十年来的衰落的一个综合表现 所以我就想就这35个投弃权票的国家 来做一个分析 那么首先投弃权票的是中国 中国不用说了 俄罗斯长期的盟友 一直以来都是支持俄罗斯的 这次乌克兰被入侵 中国也是力挺俄罗斯 甚至在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之后 俄罗斯的大量的出口 比方说像煤炭出口 还有一些农产品的出口 中国都大量的进口 所以说是给俄罗斯一个非常好的助力 那么中国就不用说了 我想说的是其他的一些重要国家 首先第一个国家是印度 印度他在这次的投票当中 居然投了弃权票 你要知道的是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 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 虽然他目前的GDP是不如中国 也不如美国 但是印度过去的几年里面 GDP是全球所有的主要经济体当中 增长最快的 而且是所有的民主国家当中 市场潜力最大的 同时也是过去几年里面 美国一直希望在亚太地区所拉拢的国家 从前几年开始 美国就已经筹办他的印太战略计划 并且把印度拉拢在他的整个的战略计划当中 那么美国印度加上澳大利亚所形成的亚太地区民主联盟 就主要是为了在美国主导亚太地区事务 所以说印度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国家 但是这次投票显示出了印度并不是一个那么容易掌控的国家 并且也显示出了印度希望有自己的独立的外交政策 以及印度在国际关系当中和俄罗斯密切的联系 首先俄罗斯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商 并且印度一直都希望成为联合国常人理事国 虽然一直都没有被通过 但是在这么多主要的经济体当中 俄罗斯是最最支持印度的 所以印度和俄罗斯之间不仅是军事上的紧密联系 也包括在政治上的互相支持 那么印度作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 很有可能将来在经济上也和俄罗斯有密切的合作 所以说不管是经济、军事、还有政治领域 你要印度直接反俄罗斯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同时印度一直都希望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 既不希望太过于依赖美国 也不希望太过于依赖俄罗斯这样的独裁国家 所以印度一直都在美国和俄罗斯 以及其他的一些主要经济体和政治大国之间周旋 也就是为了体现出 印度想作为一个不仅是亚洲性的大国 同时也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 来体现自己这样的一个地位 也是印度一直的可以说是野心吧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 穆迪评机构对印度在2022年的经济增长 做出了一个预测 将有可能达到9.5% 的领导地位带来的直接影响 并且美国也不可能不依赖印度 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事务当中 所以印度的崛起 还有印度的独立的外交政策和在大国之间周旋 已经决定了 这将限制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也对美国的全球霸权主义的衰落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 那么除了印度之外 还有两个国家非常值得关注 这两个国家就是一个是阿联酋联合酋长国 还有一个就是Saudi Arabia 中文怎么翻译啊 沙特阿拉伯 那么我在前几个视频当中就已经谈到了 开战到现在为止 美国和欧盟北约这些西方国家非常软弱 一直都不肯对俄罗斯的原油出口 还有天然气出口进行制裁 因为这些能源的出口 事关欧洲和美国的经济 一旦进行制裁的话 虽然能够重伤俄罗斯 因为这些达到俄罗斯GDP的40% 可以说是绝对重伤俄罗斯 但是由于对这些行业的制裁 将会直接影响到欧洲和美国自己的经济 所以说不管美国用了多少金融制裁 把俄罗斯提出Swift系统 俄罗斯依然有大把的外汇可以赚 因为只要俄罗斯的原油一直在出口 天然气一直在出口 那么俄罗斯的外汇就会源源不断的来 但是美国为什么一直不采取行动呢 美国目前的通货盘胀 是达到40年来的新高 好像是达到7.5%吧 40年来的新高 美国一直都希望这些产油国家 就是欧佩克产油国家 包括沙特阿拉伯 还有就是联合酋长国 去增加原油产量 但是这一要求已经被 欧佩克plus这样的一个组织拒绝了 那么这些组织当中的主要的原油出产 就是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如果你要制裁俄罗斯的话 这就意味着石油价格将会 砰砰砰的往上涨 那么美国的通货盘胀就更加不可能 一支得了 所以美国考虑到自己的经济 也包括欧洲考虑到自己的经济 就不肯动俄罗斯那块 哪怕看着乌克兰受苦 这可以让我们看到 今天的美国在全球事务当中的 无力和软弱 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看到 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化的 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化 已经体现出来了它的一个弊端 实际上从思想界来讲的话 都这个道理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说政治主导经济 一切的经济问题 归根到底都是政治问题 但是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 他们把经济发展 把GDP总要的提高 把赚取更多的钱 发展更多的商业 作为全球的首要事务 所以就变成了经济和政治双轨制 政治上跟你对抗 经济上大家共同合作 继续发展 只要能够经济增长 就可以掩盖 这些民主国家 尤其是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之间的 内部矛盾 只要经济不衰退 内部矛盾就不会大量的爆发出来 这其实和很多反共派 就是抨击中共的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说只要中国经济在发展 那么内部的矛盾 就不会被爆发出来 只不过美国目前采用的是 完全不同的手段 就是通过自由主义 全球化的经济发展 以经济问题来主导政治问题的 自由主义全球化发展 导致的今天的这个结果 必然是美国全球化地位的这样的一个衰落 其实这个问题在思想界 在哲学界已经是非常清楚了 但是政治家不会来听 因为他们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 只顾自己的政治前途 常常会把国家利益 以及更长远的利益 抛之脑后 那么下一个国家 我相信也非常出乎大家意料 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一直都是美国的盟友 但实际上以色列和俄罗斯之间 也是具有非常错综复杂联系 以色列一直都和伊朗之间有矛盾 而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如果关心以色列和伊朗 还有俄罗斯关系比较多的人 那就应该知道 今年年初的时候 还是1月19号吧 伊朗总统就去访问了俄罗斯 并且这次访问的主要议题 就是有关和俄罗斯在政治 军事 甚至包括核武器的谈判方面的重启 之前伊朗不是签订了一个核协议吗 和世界各国 包括中国美国法国在内签订了一个核协议 伊朗把他们的核武器的发展停掉 只把核用于民用 那么世界各国就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川普不就是退出了这样的一个核协议吗 认为这对核协议 第一对美国不公平 第二 伊朗把拿来的很多钱都用来发展军事 甚至在秘密的发展核武器 而俄罗斯就一直在这方面非常的支持伊朗 甚至希望各个国家都给伊朗送钱 尽快的恢复伊朗之前的核协议 可以使伊朗尽早从制裁当中解脱出来 那伊朗也是非常的感激 一直都在想俄罗斯是好 就连这次联合国大会的投票 伊朗都是投反对票 反对谴责俄罗斯 反对俄罗斯撤军 支持俄罗斯的一切行为 就可以看出伊朗和俄罗斯间的关系有多么的密切 那么对于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矛盾来说的话 如果希望伊朗在中东地区能够对以色列有所克制的话 那么俄罗斯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就不可以太激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投弃权票的原因 尽管他作为美国最密切的合作伙伴 作为美国最密切的盟友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今天的全球事务当中 不管是欧洲还是那些产油国 包括在一些热点地区 比方说像以色列中东啊等等这些地区 美国已经越来越没有能力去主导今天的全球事务了 即便一些国家他们投了就是支持票 说实话都是象征性质的 他们投支持票有用吗 对乌克兰局势的发展有好处吗 他们派兵去乌克兰了吗 他们捐了多少钱给乌克兰 他们在多少程度上给乌克兰提供援助呢 实际上只过是口头的表态而已 根本其实就没有什么对局势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就回过来说到 在俄乌战争下美国全球霸权的衰落 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 它标志着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 它把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是通过经济力 是通过商业利益手段联合起来的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力量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虽然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物理位置变得越来越小 比方说你在美国可以很容易的和中国人之间进行 就是只要你翻墙的话 可以很容易的和中国人之间进行聊天 你在英国可以和澳洲人之间进行聊天 不管你身处在世界哪个角落 大家都可以非常方便的联系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仿佛变得越来越小 包括在很多国家里面用就是社交媒体 你在中国用微信 在国外用Facebook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通过科技手段 通过互联网变得越来越近 同时国与国之间的距离通过不断的商业往来 变得更加的密切 更加的深入 仿佛国与国间距离也变得越来越近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单纯的商业利益 单纯的科技手段 虽然在物理上 拉近了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但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国与国之间距离反而变得更远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就是以前小的时候 可能就是很多人小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上一代人小的时候 互联网都还没有 甚至电话也不是非常的普及情况下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反而更近 你和邻里之间的关系 甚至你和更远的朋友之间的关系 大家通过书信来进行通信 反而会显得更近 而今天通信更加容易了 互联网那么发达 商业的联系更加紧密 但是人与人间关系反而变得更加冷漠 社会各个团体之间也变得更加疯烈 实际上国与国之间也是一样的 真正能够促进两个人 或者两个团体 或者两个国家 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 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的 不是商业利益 也不是高科技通讯手段 而是道德价值观和他们的共同文化 是道德价值观和共同文化 才促进了两个国家 两个民族 或者说是两个政治团体 还有两个个人之间 更加好的联合团结起来 而自由主义的理念 恰恰与此相反 尤其是自由至上主义的 自由主义的理念 恰恰与此相反 那么以此为理念的 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发展 就体现出来这个特点 玄制一切的道德问题 玄制一切的文化问题 以经济发展 GDP的增长 商业利益的促进 为国与国之间的紧密团结 和关系连接的核心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 你说国与国之间 哪怕你是具有非常类似的文化 像欧洲和美国之间 也越来越离心 变得越来越分裂 大家都是以自己的利益 来主导自己的未来的发展 变得越来越短视 这是自由主义全球化 发展必然所带来的一个问题 所以可以这么说 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全球化 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 全球体系框架 必然衰弱 而美国也会因此 它的影响力和它的全球霸权 也会慢慢的衰弱 除非美国能够尽快的改变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重新认识全球化的发展格局 改变自由主义的发展体系 但是就目前来讲的话 似乎美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尤其是那些短时的政治家 那么这个视频我就先做到这里 那么下个视频我们再见 感谢观看